蜘蛛没被搬他应该还是打蜘蛛 这边应该要选一个 两猛男已经看见了 难道三猛男带冒险家吗 搬掉了 鸡血先知前锋 球者这边想要跑四跑真的太难了 前期要溜很久才行 确定了冒险家 冒险家这前期要躲好呀 冒险家是被撞脸这把就没得打了 因为这把要四跑 我们就看这把能不能四跑 有没有感觉上来撞脸的就是冒险家呀 冒险家直接走 这个点位确实很不安全 直接走 这里能不能看见 冒险家因为他有一个特性 足迹会消的比较快啊 所以说这边 哎哎哎 那没找到冒险家 应该是能够躲好 有耳鸣了有耳鸣了 这里上来找 这有点难找吧 一个小号的冒险家 他找个角落躲好 你看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老羊好像在找 哇这你就能确定这边 这个人是冒险家吗 这不太好找吧 不要浪费时间啊 你带的不是传送啊 还在找还在找 他可能感觉到这个耳鸣应该就是了 没找到 可惜了 哎耳鸣消了 野猪再吼一声 好了 这一下 玩犊子了 在 还在找 就是找不到 这把冒险家可以啊 这把冒险家可以 耳鸣再度出发 他就在这里 他对自己的找人 很有信心 还想找 我这别找了吧 他 哎这再找 这真的要出事哦 他应该是在看 那个小地图的小红点来找 各种找 哎哎哎哎 啊难受啊 大哥两台电机起跳了 这没找到 看见一个咒术师 难受难受难受 这个心理上面会比较的不舒服啊 希望他能够稳住吧 这边一轮蛛丝再一轮 能打一刀 哇塞 存了200点蛛丝了 如果要存 我感觉他能存500点蛛丝 这花了多久时间啊 为了找一个 哎哎哎 断一手 野猪能不能撞一下 一刀 好的这边击倒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双救人位 有两个搏命 这把 直接裹 打 再打 好 逼你救人 开技能了 救下来 腿口 打一刀 来一个双挡 这边咒术的话两层锅 他可以点一下 然后 通过这边的一些交互点来绕一绕 但是 如果他攒一个大锅 他有可能能上车 哎 这里再电一下 坐上 还行 还行 刺下最后一台电机 在电机量之前把搏命全部交掉的话 其实屠夫相对来说 求生者要打一个四跑就比较难了 这把感觉确实没必要去追这么久啊 我觉得这个追的有点久了 这边打的有点着急 心有点急 一刀震射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电机 应该在佣兵这边 马上压好了 哎 电机亮了 这边佣兵有搏命 那要看椅子了 祭司电一手 开车走 没有闪 闪 闪现还在CD 直接帮忙点车开到终点 这里 哇 这把这个冒险家真的是立大功了 这个冒险家确实是立大功了 哎 这边能不能看见这个佣兵 再开车走 佣兵有四个护臂 直接过 传送 要出事 这里是在二站 然后佣兵那边门已经开了 完蛋完蛋 传送交了 我那个老天 这里 一层蛛丝 用兵要来过来帮忙扛斗了 两层蛛丝 吐一口 吐中了 但是没什么用啊 感觉来不及了 哇 这被冒险家带队完成了一个四跑 好 真的是太能躲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